7月20号,中国能见葛州霸集团易普利新疆爆破公司的职工吴满尔别克沙利正和家人、同事在乌鲁木齐市100平方米的家中欢度古尔邦节。 茶几上摆满了迎接客人的奶茶、伞子、奶疙瘩等民族小吃,水晶灯、石木沙发、民族风情地毯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今年50岁的乌满尔别克告诉记者,住房比起前些年有了不小的改善,老人、孩子和夫妻俩都有单独卧室,客人来了也有单独的房子住。 挑战的,就是你们看的这样子,比较不错的,也宽敞。 几年前,乌满尔别克沙利入股一家明报公司,成为公司13名股东之一。 除了每月工资收入,年底还有一笔额外分红。 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的农村微房改造政策支持下,乌满尔别克乡下的四间老房子也修气一新。 每到节日,乌满尔别克会带着老人、孩子们乘着现代交通工具回村里住一段时间,同老邻居们续续加长。 象征到城市里面就是,坐车比较不是那么方便,坐绿车呀,还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就什么样的交通。 现在这个乌满尔齐的交通工具比较发达,前几年修出来这个地铁,现在乌满尔齐的法权特别快, 比尔满尔,还有地铁,交通别的县特别方便,到那都特别方便。 作为土生土长的乌鲁木齐人 乌买尔别克看得见这座城市的变化 这些变化也有他的一份付出 参与过地铁一号线建设 正在为二号线加班加点的付出 乌买尔别克又一次投入到 挥汗如雨的日子里 他希望生活的家乡更好 现在生活特别好 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 以后我们新疆大学我们家都大学毕业以后 回来回到新疆 希望他参加建设新疆的工作 为国家的发展出一较努力